偷偷在奶奶的鸡窝里 放入两个鸵鸟仔 一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 嘿嘿 网购的鸵鸟到货了 悄悄地放进小鸡窝 再带两只鸡给它藏起来 这两只我就带回家蹲了 看他们相处完个很融洽的 今天抓了这么多小鸡啊 奶奶的喂鸡了 并没有发现不一样 奶奶的一个多月后 多月没回来的 今天回来看看爷爷奶奶 今天休息 帮我回来一下 给你带来点面包 还带来点群 还没有 我两个青年年里 就给你鸡子 像什么样的 鸡啊 什么鸡啊 哎 侄子刚好也在 看小叔今天给你带来了 不助侠 联名款 麻辣王子 什么鸡啊 就是这个东西能长这么高吗 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哪里这么个鸡子 车这么样啊 车四五一毛的啊 啊 车四五一毛的啊 别急啊 我来上网查一查啊 我记得这鸵鸟不长这个样啊 我来查一查 哦 儿苗 这鸵鸟吧怎么又成儿苗了 我说我记得鸵鸟不是长这个样啊 我记得脖子很长的 你看这个玩意儿 像个吸剪吹 不是在网上买的是鸵鸟吧 这是记得什么儿苗 我难道也被坑了 什么情况啊 啊 什么情况啊 这个我刚查了一下 这可能是这个小鸡 这个体内基因 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结果啊 它就变得很能吃 然后就长成那个样子了 啊 算是安子鸡的 对 它就是小鸡 就是因为它那个 小鸡里面的那个 基因啊 基因懂吗 它那个基因发生一点点变化 然后结果它就变成这样 哦 这个才养了一个多月 你想一下 这个养了过年得有多大了 是